如果再修好,我相信完全不一樣 好,我們跟我們接著講這個熱份 上禮拜講的其實差不多熱部分講完了 然後那個 熱的第一步 然後其實熱是一種能量,這個事情大家也知道了 然後我們上次其實在最早我們講到一個 這個比較早一點我們講機械能手的 對不對 就是 機械能手的 那熱能跟機械能之間可以轉換對不對 比如我手在摩擦,我可以生熱 這是一種熱能的轉換,能量的轉換 我手摩擦是機械能,我靠摩擦方式讓這邊才能熱 好的,那我們的能量可以轉換成熱能 那熱能可以轉換成能量 熱能怎麼轉換成能量 因為這時候機械能轉換成熱能很簡單 摩擦就有熱 那要把這熱再回收 變成運動 你看我這樣是摩擦生熱 那我可以用熱 產生移動 這是可膩,會不會可膩 可膩 機械能轉換過來可以百分之百 這個過去呢 就不是百分之百 它沒辦法百分之百 從熱能再轉換成機械能是沒辦法百分之百 這是熱力學的第一 第二排是第一定律 第一定律 第三 反正 這是熱力學中的定律 重要的定律 非常非常重要的定律 就是說 你從熱能轉換成機械能 是不可能百分之百 那跑去哪裡 發熱 就消失了 因為它這個溫度會被其他人 那個東西給 就是它會 為了要去像熱平衡 所以沒有要去 再講清楚一點 就是熱會絲散掉 所以在這間 在散失掉的這個 它學生都在散失掉 所以它不能百分之百 你可以到底想 沒有錯 其實它就是 我們除非說 有非常好的 非常好的 絕熱系統 可以把所有的熱 再把它運用 可是你要把熱來運用 怎麼運用呢 譬如就像我們講的 這是一個 這是一個 三色塊 這是一個輪子 我這樣轉轉轉轉轉 這邊一定很燙 轉過去 這邊一定很燙 那我怎麼把這個很燙 我現在要可逆 一定要可逆的概念說 我現在轉轉這邊很燙 然後我現在 在新的系統之下 我好像變得很燙 這個開始轉起來 不可能發生嘛 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我們現在怎麼去利用這個熱呢 我們這個熱 在我們這場生活中 到底是什麼利用的 澎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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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澎熱不是基線的嗎 它沒有轉換成基線的嗎 我們過去來講 在歷史 真的 就是澎熱 澎熱 澎熱 澎 Exper λ 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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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聽起來好像是一個新的名字 但簡單來講這是一個引擎 引擎是裡面才是要碰爆炸 爆炸推開的時候的力量去推這個活塞 簡單來講就是這樣子 我這邊是個飛輪 所以它按照這個圈段 那我這邊會這個活塞在這個氣缸裡面 我之前用貼銅點裝這個燃料 爆炸的時候我們會推它就開始旋轉 這就開始旋轉 所以當我旋轉下來的時候就把氣給排掉 拉上的時候同時點噴油然後點燃 就爆炸再大一點再推 所以它開始是把這個從我們這邊的一個熱燃燒 熱燃燒產生的壓力差 去推動一個機械 那這邊就可以帶出一個輪子 帶出一個軸 我兩邊就可以帶出一個輪子 這車就可以動了 簡單來講就是這樣子 這是內燃機的概念 但瓦克所發明的蒸汽機就不一樣 蒸汽機早期用在像火車啊 蒸汽機 這次火車它用的是用蒸汽機 蒸汽機嘛 這個故事應該大家在讀書都可能經過 它在貓貓旁邊看到那個火爐上的這個水壺燒開了 就噗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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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噗 因為這是一個很難很難的事情 我們 你從機械人到旁邊這個不太可憐了 對不對 摩擦摩擦或者是甚至 最簡單的小我想它就是摩擦 摩擦甚至 他們總知道這是機械人的變震 好機械人變震應該就是摩擦 那其他的呢 變成變震是靠什麼 變成變震是靠什麼 靠電流 它是靠電流熱的效應嗎 只要有電流它就會有產生熱的效應 這是 這是現象 這個很難解釋 那如果硬要去說的話 它可以說電子在這個導線當中 移動的時候 摩擦 產生摩擦 這我們不要理解 不要容易理解 但是只要有電流 有電流它就會有產生熱 這是一個電流的熱效應 好 那 同樣的我們要從 熱能轉換成機械人 除了內燃機 除了瓦克 所發明的這一支其他什麼東西 熱能轉換成機械人 你說除了SteamLanger還有其他東西可以動作 對 還有其他東西 對 熱能轉換成機械人 對 熱能 對 熱能 這要大部分小一點 因為我們覺得功能都差不多 都會靠整齊 對 它會變 對 熱能 其實最常 最普遍的 就是這樣 還有其他東西效率很差 什麼 還有其他東西效率很差 效率很差 有東西效率很好 因為我們早期都在用 一直都在用 就是 生物 我養成牛對不對 我弄個梨 我就給梨填了 是不是熱能轉機械人 你吃東西 它是肚子一般燃燒 它要消化一般燃燒 是要分解 哪用才可以 我內燃機 我內燃機裡面燃燒什麼 燃燒石油 石油是不是炭氧化物 是炭氧化物 我吃東西是不是炭氧化物 我吃進去之後就消化 是把熱能轉換出來 轉換出來 你看 它可以跑步啊 可以吊單槓啊 對不對 我以為這牛 就給拉田 就給離田啊 開牛 騎牛車啊 只是這些東西 我們不滿足嘛 因為它不夠快 就我們人類的運動來講 不夠快 可是你知道嗎 在快慢之間就產生平衡 生物轉換能量 它可能可以把熱能轉換 80到90出來 可是機械呢 很差 很差 內燃機大概是30到50 正機器跟內燃機大概大概30到50 剩下全都變成之後跑掉了 那為什麼我們不用生物 因為它輸出功能很小 不是因為我沒有辦法 給它塞多少 它就給你多少 欸 也對 但是譬如我講說 我現在有10萬個人要運輸 你會想說那我就找10萬匹牛慢慢走 很難嘛 可是我用 可是如果 如果 牛這種東西 假設它的八九是它 然後 然後我就給它塞1萬噸的草進去 它就可以咻 沒有辦法 這是潛質啊 生物就有限制啊 可是 機器就可以了 對 機器就是可以 那我們人就是在求快 我們就是在求快 所以我們開始就捨盡到生物我們不用啦 我們就全部開始用機器嘛 因為它可以大量的很快的 很迅速的創造出我們要的一個產能 就功率的問題嘛 這是功率的問題 所以 其實 上次我以前也講過 在那個 Matrix那部電影裡面 它講 多少個 其實它整部電影在講這個 那Matrix那部電影就講說 人類給那個媽的一個功能 一個重要任務 應該兩個重要任務 一個 確保人類就不會滅亡 應該只有這個重要任務 結果它後面最簡單的發現說 我把人全部 框在一個盒子裡面 然後給它 給它一個虛擬的世界 它就不會死掉了 它只要活著呢 人類的天氣就去打仗 對 就打一打去 然後當這些人都不動 那我怎麼去取得能量 那你看生物嘛 人類的生物嘛 我就一樣給人類一些基本的 基本的這個 打一個點滴 我就給它 從它身上得到能量 就可以維持這個 這個母體的一個運作 運用 好 那就 這兩全其美 它可以從人類得到能量 它可以讓人類不會死掉 對 就把每個人都放起來 就放在褐子裡面就好 好 所以這是 力學上 熱力學上 一等重的觀念 就是 在 守恒這件事情 能量守恒這件事情 從機械人同樣能量沒有問題 但從熱門講 機械人就很大問題 從目前來講沒有辦法 完全的 完全的 就算你在做一個絕熱系統 所有的能量都完全釋放出來 實在簡單來講 我這一個 我這一個絕熱系統 旁邊是完全絕熱 當我這邊空氣變冷的時候 我這個是會收縮 我這裡面變熱的時候 是會膨脹 這是不是也是用熱力學的轉換 從熱能轉換成機械人 可以這樣講 可以嗎 那事實上 這些東西如果說 你要做到完全的轉換 百分之百轉換 就是你要完全絕熱 你的熱能不會散失 你的氣密性要非常好 這邊還沒有摩擦力 這種情況之下 有可能做到去年百分之百 但我剛剛講的 都不可能做到 對不對 要絕熱可不可能 很燙嗎 你看完全沒有摩擦力還可以移動 也很難 還要氣密 空氣不可以跑出去 對不對 這不可能 所以 基本上在我們現在所處的世界裡面 你要做到熱力學完全轉換成機械人生氣 是熱能轉換機械人生氣 是不可能的 但是我們在考慮上 因為事實上在整個 整個物理學的發展 它是有意思的 它有時間關係的順序 它有知別 有派適 所以當交了 比如說能量的定義的時候 交了怎麼說的 它定義能量一交了等於什麼 一交了等於什麼 一公斤 不是一公斤 然後用一公斤 不用一公斤 不用一公斤 一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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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只要一牛頓 所以用一公斤 對不對 所以我們可以說 牛頓 乘上公斤 就是教育的單位 這是教育的能量單位 好 那什麼叫卡 一卡是什麼 讓我們水上一度C 讓我們多少水 一克的水 一克的水 對 這是關鍵的 一克的水 一卡的熱量 是可以讓一克的水上一度C 所以這兩個定義 是完全不一樣的東西 一個是機械的定義 一個是熱力的定義 那我們要想說這兩個之間當然有關係 有關係 好 關係是什麼 什麼關係 對 什麼關係 簡單來講說 假設我知道 我兩隻手摩擦 我可以產生熱 這熱可以讓水上升 溫度上升嗎 我就想一想 我摩擦多久 水會上升一度C 我就知道我做了一卡的熱量 我就做了一卡的能量 可是前期就是說 那你要摩擦 你的熱不關鍵 沒有給水啊 那怎麼辦 算個大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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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同樣的就是要在一個 絕熱系統裡面做 我們在一個絕熱系統裡面做 所以最簡單的做法就是 這當然 因為這很重要 為什麼這很重要 你會問他說 我們後面在算 因為你在做很多設計的時候 因為這不是無聊 因為以前我們在讀書的時候 就會覺得很奇怪 幹嘛去 公就用公 我在機械層上 就用膠去處理就好了 我在吃東西我才用卡 我在計算燃燒才用卡 這兩個之間幹嘛轉換 轉換的目的是什麼 為什麼轉換 現在無聊 要用共通語言 為什麼要共通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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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設你剛剛要算 你的蒸汽機 或是你的牛車 它的效益是多少 你就要用類似的方法去對換 轉換 轉換其實它是沒有錯 就是在 當我們有需要做一個 能量輸出的時候 當然 可是能量哪有 是來自於燃燒的時候 你就需要知道 這兩個之間的轉換效率 或轉換的 我需要設計 我需要燃燒多少美 這部火車要走了 要從台北到台中 我要走這麼遠的距離 我需要做多少工 然後你才知道說 我車燒準備多少美 你不會準備的美不夠 燒到清水就不走了 對不對 所以你要做這個考量 所以這時候就會有一個 能量轉換的問題 就會出現 所以在 在我們想像當中 怎麼做一個實驗來做能量轉換 就是把手放到水裡面 對啦 最簡單就是這樣 對啦 這不是放手啦 不是當然不是放手啦 那就是 拿一個簡單來講 簡單來講 這是一個絕對系統 握個桿子進去 在桿子裡面呢 有葉片 然後這裡面當然裝手 然後多入住T再壓 然後呢 我這邊就是 弄個繩子 轉了很多圈 我把它拉過來 這邊一個中路 從我們高的地方掉下來 我從這邊掉下來 我是在做工 對 我做多少工 看高度 高度嘛 所以我高度沒有H 要看質量 M有了 然後咧 做到什麼 MGH MGH 對不對 我做這麼多工 做這麼多工 我太量了 我這邊的水 假設這個水是W 資料是W 我這絕對系統做得非常好 完全不會有能量的外流 然後 我就看他汙水溫度上升做什麼 對 對不對 所以我們差一點 都假設 都做得非常非常的好 又德國的走程 都摩扇力幾乎是進步沒有 不過你不用什麼 反正假設我也有點遠 對 因為那天我看那個影片 他說 他是一個大陸的軟排 他說你這樣大陸做的軟程 跟德國做的軟程 大陸轉 那大陸 就沒有了 德國 就可以用了大概兩分鐘 還在轉 好厲害 所以 我們用大陸做 用德國做這個 然後他這樣旋轉 他就開始轉 大陸溫度不會上升 結果你都會上升 那你想這個 這個溫度真的會上升嗎 會的 會的 真的會上升 一點點 然後我們就可以知道說 我的比例是多少 好這時間我給我做 這個人家已經做了 這個我們可以自己 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做看 當然 看物差值 看物差值 對 看物差值 他測出來是多少 看比例 比在哪裡 好這邊 一卡等於40186 這是什麼意思呢 也就是說 我現在讓一公克的水 上升一度吸水的能量 我相當於可以讓 我只要施一牛頓的力 我可以施 4.186公尺 所以施 所以施 就我的想像來講的話 能量是相當 就是熱能 事實上是相當高的 機械人要怎麼能熱能 機械人 譬如說我簡單來講 我把一桶水 我把一桶水 從地上拿到這邊來 假設這桶水是兩公升的水 從地上拿上來 到一公尺高的位置 我所做的功 可以讓各套水上一度吸 好 假設G dance 好 我這樣做多少功 重量 兩公升的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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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做多少 這樣做的功 二十交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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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於可以讓一克的水上升一度吸 或是讓多少克的水上升一度吸 五卡 五卡 約六人五卡 所以你這個可以讓五克的水上升一度吸 好 我拿一公升的水 兩公升的水上聚起來 我這樣的熱能 可以讓五克的水上升一度吸 讚 有感覺嗎 沒有 沒有感覺 好 但這是一個轉換 這是一個轉換 但事實上 在不同的實驗裡面 我上次有看過一個不同的結果 他會約六有一定誤差 就是不同的實驗的方式會不同誤差 好 所以 大致上就是 用這個值 大概用這個值 好 我們 欸 上次在講那個 熱能的時候轉換 吸熱跟放熱的時候 我們講相變化 相變化的時候 我們有解釋 我提過一個產品 我上次以前看過 他覺得他很神奇 他是一個魔術手套 就是 你戴的時候他一樣 不是很厚 薄薄的 但是你碰熱的東西 他不會那麼燙 而且你手戴進去之後 你會發現 你的手在降 那個手在降 那個手會降的 就是事實上很多衣服 現在也這樣做 譬如說 這是 夏天你會穿那個什麼 涼的 涼感衣 涼感衣 那冬天那邊穿那個發熱衣 對不對 但是他要怎麼做 他現在裡面都可以用那種小的 小的 蠟球 他這個是一個 就已經是非常好 非常小 像奈米設計奈米結構 那麼小的東西 他就是 已經看在纖維裡面 所以當我手伸進去的時候 這比物體蠟 會融化 融化 融化它帶著熱 所以會覺得涼化 那你去拿東西的時候 也是這樣熱會先把它做相變化 因為相變化帶走很多的熱量 帶走熱量的過程當中 他就會降溫 但是你不會說 他會降很多 他也沒有很多 但是他比你沒有這東西的時候 降得多一點 降得多一點 所以你會覺得比較冷 比較冷 所以他是 事實上你可以講說 這是用儲存能量的方式 這是利用這個 物體 顯熱 去儲存能量 我先把能量儲存在這邊 然後釋放出來 或者說等他沒有 等他平常放在這邊的時候 他是液態的蠟冷 他會開始把這個釋放出來 又變成固態 這是他在保有原來的能力 他又可以隨時吸熱 就是一個吸熱跟放熱的一個狀況 好 那這個東西其實在 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其實在最近 也不是最近 其實也都 也都在實驗 在麻生理工學院 他們有做一個研究 你知道嗎 現在發電廠最難的一件事情是什麼 發電廠 像發電廠一般來講 譬如像是活力發電廠 水力發電廠 水力發電廠比較難 但活力發電廠 或者是核能發電廠 他裡面一個場面 可能都有 好幾個機組 他不是裡面就是一個發電機組 是裡面好幾十個 好像有一二十個發電機組 然後他 隨時監控 現在目前整個區的石油電量 我來做發電 那我發電 喔我今天需要兩個發電機組 開兩個 一開始電廠又不夠了 再開第三個 好所以上次期我們來講 上次講核能的問題的時候 我們現在算的主要是什麼 備用電 備用電算太多了 備用電算太多 什麼是備用電 就是平常沒有在發電 平常沒有在發電的 對他停在那邊擋著 算太多 備用算的百分之十 那百分之十當然是備用電 是監控時期的備用電 那尼封時期實際上費用那麼多 尼封時期可能實際上 只用的百分之三十 實際上百分之七十沒在用 可是當你越來越多 人在用的時候 看起來一直開 一直開 好我開 那到尖封時期通常來講 是中午主要的時間是尖封時期 從早上十點主要開始 到下午的三十點是尖封時期 這時候用力量最多 那你要聯想一下 不對啊 你都是晚上回到家才要開燈啊 不是吧 那為什麼監控時期在白天 因為 真的耗大量的電量 真的耗大量的電量 不是家的利用電量 家的利用電量只在一小部分 真的耗大量的電量 都是公司 都是工廠 上班時間耗大量的電量 那他監控 我現在使用量降低了 降低到一定的程度之後 那就關掉一台 降低到一定程度 因為關跟開都需要時間 重點不是說 像我們電一開電就來了 一關電就沒了 不是喔 那一開很像一個小時後 才電才正常的出處 關的時候 要一個小時才整個關就停掉 所以他有個時間差 那他就是要這樣做 那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除不起來 除不起來 因為最難是難 除不起來 除不起來 所以在馬老師裡東軒 他們家做的事情 像台灣以前做過 他不是把那個 我白天發的電很多 關電跟開電收電的差異 有個差異 他拿去把水抽到一個 好 他就弄個名詞 好 名什麼 什麼 什麼名牌 還是什麼的 那是李登輝那時候做的 他就把水抽到上面去 存起來 電過多的時候存起來 當我在電不夠用的時候 一個過度期 我就把這個水給放下來 把它電 把它用到一個差異性 但事實上 這樣需要一個很大的場地 所以馬老師裡工學院 他們現在做的問題 很有趣 我覺得 有興趣也可以研究一下 因為現在電力市場 目前來講 是在做 理工科上來講 是一個很大的一個 需求 就是目前來講 電力市場 尤其是現在慢慢的 石油越來越 少 越來越少 但是現在很奇怪 為什麼現在所有 有人想說現在目前來講 整個油價一直大跌 是一個很大的危機 油價大跌 對地球來講 是一個不是好事 事實上不是對地球 是對人類來的不是好事 賣太快 對 因為我們可能 把未來一百年的存量 再三十年用 如果這個東西沒有轉換的話 就可能就很快去用 因為大家看 第一個 跌了嘛 你會不會想要發冷淡 相對便宜嘛 我現在油 現在使用油又便宜 我幹嘛去發燙 對 你就阻礙到一些 綠色能源的發展 好 那他現在做的事情 他現在做的事情 他是 我現在電貨桌 我就拿去做相變化 他發現有兩個物質 他在相變化的時候 他可以儲存非常大能量 然後他可以靠相變化的過程當中 去發電 所以他們就把那個金屬 做成一個大 對像這麼大一個房子 然後 電太多的時候 就拿來把這加熱 融結 融結成一個一攤 融完怎麼存 融完他就相變化存在怎麼樣 因為他整個是密閉的 他熱能不會散失 不容易散失 他就儲存了 那等到電不夠呢 你就開始讓他冷卻 他就開始冷卻 他就開始放熱 他就開始凝固 他就冷面放出來 他光靠這樣的相變化 他就可以把電停下來 所以就是一個很大 也是一個循式 木槿良他們研究 而且他們聽說 他把這個能轉亂玩 又不是很浪費 就是 他說相變化不能 他就可以改成 不是用機線的 他用電纜 他用電纜 那相變化 就轉成電纜 因為目前來講 像我們的理解 電能的發 電能的產生 是必須靠機械人旋轉 持電 持電之間的變化 去產生電能 對不對 他的做法是直接相變化 去產生電能 他少了這個階段 他沒有所謂的磁場變化 他沒有這些問題 所以他省掉很多轉換的 轉換的損失 他可以靠相變化 去轉變能 但是你還入門 那怎麼做到 對不起 沒有電線的 他有稍微講一下 他是一個TD裡面 稍微講一下 我沒有去探究細節 因為他裡面很多是化學部分 他可以靠化學的電位差 去轉換 他靠化學的電位差 去轉換電能 所以他直接是轉換電能 就跟我們用電池一樣 去轉換 中間這電池的產生電 你有沒有看到機線能 沒有嗎 他直接是電位差 轉換電能 他用這種放空產的電能 所以他少了機線能的損耗 他沒有摩擦力度問題 所以他可以 譬如他從下變化 轉換電能可以轉換 80% 而且他只要直接充電 用下來一次 有意思 對啊 充電就是把它融解 用電 一樣 電能 電能轉換過來 下變化 把它融解 融解完之後 再靠它擰固的過程當中 又發電 所以他這個一個過程 他就可以一直不斷地重複使用 重複使用 而且壽命很長 就是說他不太會有什麼壽命的問題 除了他破洞 對 除了說整個外觀結構壞掉 但是他就很容易 抑震啊 噎水啊 所以他可以存很大 對 一個金屬流出 這都變得很有趣 你就是講他都併在一個發電場 來用的話 所以發電場可以掃 好幾個機器都可以掃 而且甚至他備用電 你可以不用拉那麼高 他備用電可能只要花 一起用2% 用1%就夠了 因為我可以用這個來做轉換 有個過渡器 他可以多的電 他馬上就可以存在 對 因為很快 他就是轉換得很快 不像我們這個時候 把鎖收到上面去 像現在好像也沒在用 這個發電場也沒在用 因為光度微護成本很高 他也沒在用 像這個微護成本 現在最難的 是這個 微護成本的問題 像這個微護成本非常低 所以他很容易被使用 他目前來講 T2RM 現在有小型電腦 都搭個測試 聽到搭個測試 就這樣 好 OK 所以 我們就簡單的 開兩個屏幕 我們直接看那個 127頁 第5題 第5題 第6題 他打輕他 是有特別重要的 打輕他 是那個 多重選擇 好 那我們先看第三題 好不好 也是這樣 沒有 沒有 第三題 127頁第三題 127頁 中文章 3頁 中文章